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有一天相见 他就能认我 这话您说得太轻松了 他是人 不是物 你想扔就扔 想捡就捡 如果这二十年 您能找过他一次 孩子心目中的母亲是什么形象 至少孩子不会孤单 至少孩子会认为 我妈没有抛弃我 她是想我的 她来看我了 不瞒您说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 在门口 我看见糖果了 孩子一定是见到您了 他也认出您来了 我把DNA鉴定报告给孩子看 告诉他里面的 就是您的亲生母亲 我让他进来 哪怕见一面 可是孩子不肯 这为什么 还用我说再多吗 你说这么多 不就是想霸占果不还给我吗 我不是这意思 我也没这权利 但是 在法律上 至少现在孩子是我的 如果在亲情上讲 他是我的孩子 亲情 二十多年你没找过孩子 一次都没见过 你敢在这跟我说亲情 唐美詹 尽管我对你的印象不是很好 但是请你记住 我陈希 绝对不会剥夺 你们母女相认的权利 好 我要的 就是你这句话 这是我现在的地址 麻烦你帮我转给他 我等他三天 如果三天以后 我还见不到他 我会到医院去找他 再见 好美着 同意真是 生我那女的 亲妈 他跟我说 他每天都在想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瓜 他是你亲生母亲 怎么能没关系呢 还是去见见吧 他把地址给我了 让他自生自灭吧 还来找我干嘛呀 妈 能不能 别用这种情去说话呀 妈 我都忘了 在我生命里 还有这么个女的 在这个世界上 我糖果的妈妈 只有一个 那就是您 妈 妈 我希望您能理解我 你要是让我去呢 那我就去 但是 就算那女的生了我 一千次 一万次 我也绝对不会认她的 绝对不会 小飞天爱 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以后 如果谁的生母出现 谁敢叫妈妈 我们绝对找不了她 对不对 对 绝对不认她 孩子们 你们能这样说 妈心里特感动 不过 姑娘 妈 我的态度特别明确 您是我妈 我只听您的 您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妈 妈 我真的觉得大姐 说得是对的 待会儿我闲着酒 妈想要约然待会儿 妈 你真的想让我去见她吗 你这是要把我心里的伤 都撕开 你知道我有多疼吗 妈 好 天爱 你说 这大姐的亲妈 怎么就突然找上门来了呢 天爱 张天爱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 你干嘛 我说话你没听见 没 我说 你说这大姐的亲妈 怎么就突然找上门来了 不知道啊 但是大姐现在这个状态 谁敢问她 你看老妈都保持沉默了 等她平静一点再说吧 哎 要是你床头照片上那位 也来找你 你怎么办 我应该会问清楚 问她为什么抛弃我 然后呢 然后看她怎么回答了 如果她说出一个 情有可原的理由的话 你还要原谅她 对啊 万一她有苦衷呢 我去 那咱们之前跟大姐的承诺 不都是白说了吗 你要背叛老妈 胡扯 我什么时候要背叛老妈了 我只是说原谅她 但我不会叫她妈妈 我会把她当作 情人朋友一样对待 在我心里 没有任何人能超越我爸 这也差不多 那你呢 我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做 我那位亲妈 才不会找上门来呢 这谁说得准 万一呢 没有万一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你别逃避问题 如果 我亲妈找上门来 我会告诉她 我现在的妈妈 对我很好 很爱我 对我仇恶很重要 我很幸福 让她放心好了 那然后呢 没有然后 睡觉 再ricom 我 嗯 嗯 嗯 妈 把口浆递给我一下 妈 你怎么又发愣了 昨晚没睡好 没有 大姐的亲妈找上门了 妈 妈要是能睡好就怪了 妈 我不是都已经表过态了吗 你干嘛还不好好睡啊 妈就是担心你 我没事 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对了 她说没说干嘛突然来找我呀 具体的 她没跟我说太清楚 只是告诉我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想你 果儿 你还是去见见她吧 妈 那你想让我认那个女的吗 毕竟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啊 我不想听这些 我还是那句话 你让我见呢 那我就见 你不让我见我就不见了 我都听你的啊 果儿 这可不是玩笑 你怎么说的若无其事呢 我没开玩笑 我是不想惹您生气 我尊重您的意见 姐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你会不会违背我们的约定啊 行了 妈 你就决定吧 妈 你就决定吧 那就去见 这是地址 好 妈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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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她 见到她 说什么了 快跟妈学学 哎呀 也没聊什么 她就说看我一眼就知足了 这几天就准备回老家了 这么说她不住这儿啊 听口气应该不住这儿吧 谁知道呢 聊得那么简单呀 对呀 那她已经心愿都满足了 那自然就回去了呗 糖果 糖果 我终于有简单了 请你克制一点 果果 我是你的妈妈 你 你不记得我了 就是因为记得 所以请你克制点 你看见了吗 这位才是我妈妈 是这个世界上 我们唯一的妈妈 那我呢 不知道 你找我干什么 果果 我们是母女俩 是亲母女俩 我们 我们早晚得想认的 你的意思是 二十多年前 你把我寄成了孤儿院 等到有一天 你想起来了 再把我赎回去 快快 就算是当铺的东西 也应该有个当票 做凭证吧 我 当票呢 拿来我看看 你什么都没有 就想把抛弃 二十几年的女儿 给要回去 你想得美 你不出去 出去 果果 我知道 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 你听我跟你讲 你给我点时间 你给我点时间 你给我解释 干什么了你这孩子 没事吧 果果 果果 我是你的妈妈 我是生你的那个人的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 那个糖果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果 果果 果果 来来来 快起来 来 来 慢点 来 来 你没事吧 没事 你 你 不是 那怎么伤了 是不是果 刚才不小心 给你碰到了 跟他没关系 伤得挺重的 都出血了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帮你 要债的打他 要债的 你还记得 上次我跟你说 我跟一个男人 去南方吧 钱是挣到了 可是他却带着 我所有的钱 跟另外一个女人跑了 我发誓 我一定要把钱 我的钱都追回来 我就这样 追着他们的消息 整整 追了三年 路上的开销很大 我没有钱 没办法 我借了高利贷 后来我发现 我已经还不上了 你借了多少钱啊 你看看吧 前前后后 一共一百万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今天来 也不是非得要果儿 认我这个母亲 我也不是非得要 认这个女儿 我觉得我现在 年龄也大了 身体也不太好 我觉得我的事 就是她的事 我希望果儿 能帮帮我 那你就别绕弯子了 直说 好 我希望 果儿能帮我 还上这一百万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更没想到 我的女儿糖果儿的 亲生母亲 会做出这样的事 唐美珍 你不觉得这么做 像是在卖自己女儿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你是想 爸让我女儿 不还给我吗 我一点没有那个意思 只不过 我替果儿难过 太可悲了 不是 你怎么 有脸认这女儿呢 你有脸吗 我再严重地一点说 你不配 做我女儿的母亲 配不配 我也是她的亲生母亲 你呢 你怎么说 也就是个养母 我还告诉你 如果我愿意 我随时随地 我可以把我女儿 要回来 你信不信 我还真就不信 好 那我今天就以养母的身份 告诉你 我这个养母 一定会阻止我女儿 任你这个亲生母亲 我这个养母 绝对不会让我女儿 替你还这一百万 还有 从今天开始 请你离我女儿远点 离我女儿远点 我也告诉你 你想霸证我女儿 不还给我 没门 门在那儿呢 请吧 好 那咱们 走着瞧 一百万 我是忍不了 她是根本就不配当妈 就是 不能因为她是大姐的亲妈 就让我们来还钱呀 更何况还是那么多钱 太过分了 她是看我们老实就特好欺负啊 这纯属就是敲诈 对啊 妈 咱们可不能答应她 这什么钱 她不是要钱吗 把我卖了吗 看我值不是一百万 妈 你别来 行了 你干什么 都弄什么呀 你妈 我说了 我不会满足她的无理要求 可是我也绝不希望你们这么冲动 都冷静一下好不好啊 我先回房间歇会儿 待会儿妈找你聊聊 妈 好 妈 我是觉得 行吧 妈 那汤在这 能不能别说了 妈 妈能不知道你们俩这么说 这么做是为你解好吗 可是这么煽风点火的 你大姐心里能好受吗 能好受吗 记住了 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睡觉去 妈 睡觉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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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你干吗不让我去找她呀 我已经回绝她了 她如果不再来骚扰你 你就不用去找她 我不希望看到 你们俩之间互相伤害 那她要是没完没了呢 那也只能我去面对 我宁可让她认为 是我阻止她认女儿 也不希望你在她眼里 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儿 妈 这种人自有意义吗 这是我的底线 张天爱 考验我们的时机到了 我们要团结一致 保护大姐和妈妈 但是现在 我特别担心一件事 我也担心一件事 你担心什么 你担心什么 心太软 对 这是老妈一贯的弱点 所以我们要看住她 绝不能姑息那个女人 密切关注 坚决打击 睡觉 晚安 我开心 我开心 你担心 稳飞 是 什么 优优的 优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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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兒, 孤兒 孤兒, 孤兒 大夫 孤兒, 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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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 哎唷 這個點兒是咖啡店最忙的時候 你上我這兒幹嘛來了 怎麼了 哪兒不舒服啊 哎呀, 哪兒都不舒服 怎麼了這是 哎唷, 真 你急死我了你, 怎麼了 我在懷疑我自己 是不是人品有問題 你啥意思啊 孤兒的媽媽找上門來了 孤兒的媽媽 她叫唐美珍 是孤兒的親生母親 啊 天哪 二十年了親生母親找上門來了 我的天哪 這都什麼狗血劇情啊這是 不是 她要跟你要回果啊 真要那麼容易就好了 不是 你告訴我 她不跟你要孩子她要幹嘛 要錢 她說的欠了很多錢 想讓我幫她還 你沒答應她了 我告訴你別那麼天真啊 她這兒可是額你錢呢 她這叫賣孩子 她到底是怎麼想的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回來之後 我就把這件事 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孩子們 現在果兒 還有那兩個孩子 把唐美珍都當成仇人了 你說我這麼做 是不是不太合適啊 我是不是不應該告訴孩子 什麼應該不應該的 人家都追上門來跟你要錢了 你這還考慮應該不應該的 我告訴你這時候不能心軟啊 是啊 我之前 一直覺得這女人挺可疑的 沒有安全感 不太靠譜 所以我就決定 不想讓果兒認這個媽 至少暫時不能認 可是我又覺得 這件事這麼做有點欠妥 我至少應該跟果兒先聊聊 看看孩子到底是怎麼想的 萬一她想認這個媽呢 萬一她想幫她還錢呢 你說我這麼攔著 我不成了他們的仇人了嗎 以我對果兒的了解 果兒要知道這件事 絕對不會答應的 你自己帶大的孩子 你還不清楚啊 咱們那三閨女 哪個不是愛這麼分明啊 你別瞎想 我能不瞎想 昨天晚上一晚上沒睡好 我做一夢 我夢見一幫壞人在牆滾 我就追啊追啊 我拼命地追我就是追不上 等到醒了的時候 真的我醒了下了一身冷憨 也沒追上 你是特怕人家把果兒搶走啊 我是怕她被壞人搶走 那你告訴我那不就要錢嗎 她要多少錢啊 一百萬 一百萬 你告訴她搶銀行去吧 一百萬 瘋了吧她 她說她這些錢是欠高利貸的 我真的懷疑她這裡邊好像有什麼事 高利貸怎麼了 法治社會 還治不了她了還 關鍵是她惹上高利貸這幫人 萬一給果兒惹來麻煩怎麼辦呀 怕什麼呀 有我呢 實在不行還有張大哲呢 你行啊 這事不能告訴張大哲 怎麼不能說呀 跟人家沒關係 咱倆女人能治得了她呀 張大哲是個狠角色 沒事嚇唬嚇唬她們 所以才不能告訴她呀 她什麼脾氣你不了解 萬一把事給弄大了呢 行了 這件事情不能告訴大哲 行 一旦有事兒 我上 我誰都不用 實在不行的話我會報警 我再說一遍 別告訴大哲 跟你唠叨文 我心裡舒服多了 先回去了 我還會給你 你可能去找她 你不是嗎 我現在在看影子 你不需要 vigor不讓你 我來可是幫我 我沒想到 我去哪兒 讓你去哪兒 我可以說 我去哪兒 中文字幕——YK 你 对不起 吓我一跳 干吗呀 你是不是特想问 那些地痞流氓怎么没来呀 我都说了 不让淑萍告诉你 他偏高 你怎么了 没事我就上火了 一上火就走嗓子 特难受 吃药了吗 不用吃药 我给你帮养你 你过两天就好了 陈希 没事 不就是几个臭流氓吗 你有那么多朋友呢 再说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你受任何的欺负 我谁都不用 你们谁来都是给我添麻烦 我自己能解决 你干吗让我叫 我真的能解决 今儿马平静放 有事找他 就能找到我 拿着 你干什么呀你 听我说 你不能再打架了 再打一次架让天还看见 他就真的把你当流氓了 快走吧 谁说我要打架 你多喝点水 有我呢 别怕 十八 六十 下车 这边是六加七 好 看什么呢 用什么号啊 没事儿 没事儿 没事儿算这样 那个 一会儿我出去一趟吧 今天不是没课吗 是没课 没课还不能让我去见朋友呢 见谁啊 在店里帮忙 您就是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自由两字我不认识 没问题 我 你干嘛 陈希阿姨能看见啊 是 我跟你说儿子 没事儿啊 就在店里帮忙 那出去下跑什么呢 可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约人天爱去了 天爱人上课呢 真的 对啊 我还行 没说啊 你啊 就别总缠着人家了 人家不喜欢你 再说了 你俩不合适 我俩怎么不合适了 性格不合适 你看 我跟你陈希阿姨 那么笨 这都让你给搅黄了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这叫不孝顺 行了 我知道了 我真不是去见天爱的 我走了啊 早点回来啊 啊 最近天爱对你怎么样啊 哎 还那样呗 李大奇一出现 我就随时变空气了 你现在就应该让天爱 把你当空气 大叔 您也觉得我没戏啊 傻孩子 你这么想啊 空气平时谁能看得见 莫得长大 但是你离开空气试试 活得了吗 对啊 哎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现在就是 要变成他的必需品 豆豆 那 你为什么不向天爱表白呢 我 我哪说得出口啊 为什么呀 不敢啊 我就是觉得自己现在还不够好嘛 这么表白太容易被拒绝了 嗯 就像等有一天 如果我成为了他的必需品 就像您说的 我就可以变成他的空气 他就离不开我 到时候再表白 肯定行 行啊 小子 够出新积虑了呀 大叔 我可以帮你啊 怎么帮啊 你可别忘了 我是天爱的闺蜜啊 天爱身上有很多事情 是陈希阿姨他们都不知道的 就我知道 我可以做你的智囊团呀 还行啊 你可以当间谍啊 有什么好想法 大叔 您尝尝 这家蛋挞也是老字号了 在我们这儿特别有名 这可是天爱的最爱 你没看正车蛋挞的吗 你要是亲民一点 想下来走路的话 可以一起吃蛋挞 你说我那个辆高点车怎么样 还是得跟聪明人聊天 一点就透 苏苏 还有件事 最近咖啡馆有什么风吹草动 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那我怎么联系您呢 你爸那不是就买个电话吗 记住了 一定要密切关注 好 加油 大叔 谢谢 蛋挞好啊 偷偷起走 比陈希说那做鱼 我觉得强强强强强多了 那为什么呀 不都是吃的吗 你想 天爱美中末去一次哈啡馆 这哥只能见一次 但蛋挞是天爱天天吃的 这样哥可以天天见着天爱 做好了给闺女送过去 真乱心哥 不送 必须卖给他 哥 连女儿的钱都挣 这也不太好 哥你要缺钱你就直说 你们想啊 我要送给他的话 他肯定会怀疑 卖给他 心安理得 而且呢 我会弄一样大的高点车 就在他们学我们口卖 阿平 你高点车太贵了 没事不 有钱啊 咱不 不差钱 谁说不差钱啊 你把电装修还是带着款呢 怎么了 哥你放心 那个钱我去想办法 我给你买个高点车 阿平 咱们做家人啊 以后有话直说 别这个 这个钱拿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 哥我真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其实脑子慢 你干嘛总这样 显得我多小气 你干什么呀你 没没没 我拿着胳膊去 我下次动作再打 你这烦 你哥你看看 糖 赢着风 我们向前冲 花样与豆 抛在脑后 当天空 被照耀软红 我站在 世界顶峰 生命中 有太多感动 也有太多 点爱与痛 时间差不多了 不然准备了 好嘞 这怎么呀 感到 你这太夸张了吧 广告我们不就得夸夸夸夸张点 也不能二十年 有真有假就对 天安 我发现一台特别好吃的蛋汤 会是有福禄一样好吃吗 味道一模一样 而且就在咱们学校附近 咱们再也不用走那么远去有福禄了 走啊 带你去啊 行 来了 阿姨 请 老板 老板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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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我去 你们俩呀 这样都给认出来了 废话 是谁跟你一样这么说话呀 你们都认识啊 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那个是在咖啡馆见过几次 既然是你的朋友 那我应该好好地招待他了 第一次 我送你一盒蛋挞 这么大方 我哥就是大方 除了大方就没别的了 互相吹捧 你这是做蛋挞 还是说相声呢 豆豆送给你了 谢谢大叔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课了 是 因为我们要排练特殊人才 对啊 天爱现在在我们学校 鼓打得又好 歌唱得又好 将来一定能成为大明星 现在是我们学校的人气王呢 是吗 对了 大叔 你家住哪儿啊 离这儿挺远的 您和谁住啊 我跟 这特重要 那个您有妻子吗 有啊 那你以前是个大美人 就是过世太早了 你有孩子吗 有啊 有一女儿 那女儿长得可漂亮了 是吗 多大呀 二十 二十 跟你一样的 大叔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我看不止是年龄一样 是不是连名字也一样啊 都叫张天爱啊 反正又挺巧的 挺巧的 是 好像吗 逗逗 你是不是也想去学相声了 咱们就说蛋挞的事 那个 真的特别好吃 你尝一尝 不要 为什么呀 骗子 大骗子 你会在这边